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天晴 從2月21日 普京宣佈承認烏東地區的兩個分離主義共和國 到24日凌晨起 俄軍在烏克蘭開展了特別軍事行動 俄烏戰爭終於爆發了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專欄作家王克讚稿 由《大紀元》搜發 為什麼說俄烏戰爭是個悲劇 總共含有三層意思 第一,俄羅斯、烏克蘭 都是東斯拉夫人國家兄弟之邦 為什麼要同室操歌? 一般認為從公元9世紀開始 位於現代烏克蘭的基庫羅斯 是東斯拉夫民族的共同文化武國 13世紀蒙古人西征 基庫羅斯被滅分裂成多個羅斯小國 並獨自演化出烏克蘭、俄羅斯、白羅斯 三大分子民族 羅斯民族進入了漫長的分裂階段 數百年之後 俄羅斯帝國崛起 才把基庫羅斯的版圖和民族完全統一 因此今日的俄羅斯 烏克蘭這兩個國家 他們的歷史是交織在一起的 是兄弟之邦 兄弟之間的恩怨、情愁 哪裡理得清呢? 不管怎樣打、怎樣炒、怎樣分 兄弟之情畢竟超越一切麻煩、矛盾 兄弟能夠有多少呢? 世界上去哪裡找兄弟? 第二 俄羅斯、烏克蘭都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 創傷至今沒有完全遇合 近代俄羅斯 由於他的特殊形成過程 被稱為歐亞國家 他的文化和宗教不同於西歐 但在比德大帝的大領之下 西化改革、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 全方位發展 俄羅斯成為歐洲大國之一 但可悲的是共產主義運動應劫而起 1917年列寧搞的10月政變 斬斷了俄羅斯的正常國家發展道路 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共產國家 慘力浩劫 普京曾在2021年7月發表一篇文章 《論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 又在2月21日晚上的電視講話中 概述現代烏克蘭的出現 加入蘇聯和獨立的過程 通緝列寧和共產黨對俄羅斯的禍害 說列寧和他的同志對俄羅斯採取了一種 非常粗魯的統治方式 分離 撕毀了他自己歷史領土的一部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革命之後 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任務 是不惜一切代價 確實地說是不惜一切代價 繼續掌權 普京堅決地說 從俄羅斯及其人民的歷史命運的角度來看 列寧主意式的國家建設原則不僅是一個錯誤 而且正如很多人所說 它比錯誤更糟糕 1991年蘇共跨台 前蘇聯人民終於擺脫了共產黨的統治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偉大時刻 獨立後的俄羅斯 烏克蘭尋找各自發展的道路 也有一個清除共產如獨 重建文化 經濟轉軌 政治轉型的歷史課題 可惜 兩國至今 還沒有將這個課題完全解答出來 兩國還在激烈碰撞著 這次俄烏戰爭就是表現之一 第三 俄、烏及相關方美 歐、北約 現在鬥爭激烈 而他們真正的共同敵手 卻是中共 更多以來 人類文明的形態 有了根本性變化 在發達程度飛躍提升的同時 負面的東西 共產主義運動 也都喧囂而來 在短短一個世紀的時間裏 共產主義造成了上億人的死亡 其所到之處 永遠伴隨著 謊言 戰亂 飢荒 獨裁 屠殺和恐懼 造成社會道德體系 和生態體系的全面崩潰 自由社會和共產政權 進行著 殊死的搏鬥 最後 上世紀末社會主義陣營解體 但是 國際社會在興奮之餘 卻忽視了中共 這個殘存最大的共產政權 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 和1999年的迫害法輪功 都沒有打破西方對中共的改良幻想 和修正政策 同時 美歐和俄羅斯圍繞著北約東礦的問題 咬手瓜 這些都是令到中共坐大 成為自由社會的最大威脅 現在 中共予奕已成 國際社會才開始警醒 近代史充分證明 共產主義是人類最大的敵人 在這方面 美歐和俄羅斯有著最大的共同利益 因為俄羅斯畢竟拋棄了共產主義 美歐應該有足夠的耐心 和付出應有的精力 幫助俄羅斯融入歐洲大家庭 平衡包括烏克蘭在內的 前修聯東歐國家和俄羅斯 各自合理的安全期望 美、歐、俄之間達成歷史性的戰略諒解 在善意而不是敵意為基礎 實現不約轉型和擴大 讓俄羅斯最終都能夠加入不約 這個抗擊中共惡魔之所需 亦是歷史上的大格局 否則中共瞞天過海 通過分化瓦解和各個擊破策略 一步步實現它的獨霸全球野心 中共有所謂三步走戰略 這就不堪想像了 結語 俄羅斯戰爭用中國人的說話 是親者痛、仇者快 如果俄、烏以及美、歐不約等各方 不被戰爭和仇恨所驅使 都能夠站在歷史的高度上 重新審視和規劃商戶之間的關係 方為各方之恨 也是世界之恨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明信登場 也請坐